一架軍方直升機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格墜毀 同時有報導說政府軍和反叛武裝在該地區有激烈的戰鬥 敘利亞國營電視台在星期一報導直升機墜毀的消息 但並沒有透露詳細的內容 另外有報導說該架直升機被叛軍擊中著火之後墜毀 有非官方的錄像顯示一架著火的飛機墜毀 以英國為基地的敘利亞人權瞭望台說 該架直升機在大馬士格一個居民區墜落 目擊者對路透射說直升機在轟炸該區時墜毀